本港的免費新冠疫苗接種計劃 由2月底開展 上隔28日後已接種第一針的市民 要開始準備接種第二針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 共同召集人恐凡毅 今天在電視節目中說 根據國外的數據 無論是哪一款疫苗 第二針的副作用 例如紅腫、發燒、疲倦等情況 通常比第一針多 所以建議接種者可以請假休息半天又或是一天 他提到如果接種第一針後出現敏感反應 例如紅塵、心跪、不適、頭暈等 應該要諮詢家庭醫生又或是敏感瞞診醫生的意見 進行測試才決定是否適合接種第二針 至於出現面癱、急巴士綜合症、心律不正等人士 就不建議接種第二針 應該等醫生評估後 再等3至6個月接種第二個牌子的疫苗 他提醒其餘市民應該按時打第二針 就算觀望情況在機制上也不能推遲超過一個月 以維持疫苗的保護力